这个人力除了小姑娘 其他两位应该都很强 惊天伦的事 不能请他们帮忙吗 你的说什么 别忘了 他们之中有一只眼妹 难道你还想让这伙人 进到惊天伦里 可我觉得 那只眼妹和其他的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你知道对方打的什么主意 够了 这种话不要再说 那只眼妹 我相信自己没有看错 至于惊天伦的困境 再等等吧 如果其他梦语的情况 变得严重 惊天伦也会雪上加霜 何况 我不知道擅自 把那位大人的事 告诉他们 会不会有些不妥 不管怎样 我们和他们是同一方向 去告诉其他族人 如果遇上了 就尽力施以援手 是 有人过来了 跑 都快跑 别发呆 是个做梦者 姑且跟去看看 该死 得想办法躲开他们 你们几个是从外地来的 算是吧 那可真不走运 杨平这地界 如今是能进不能出 透处的摊上怪事 不管你们来干嘛的 先去我家躲躲好了 那就有劳了 想不到你们几个 也能这样离威不乱 虽然比我还是差着点 请问该怎么称呼你 刘兄 刘兄 有人会说自己是凶吗 在下姓刘明兄 抱歉抱歉 快走 马上要下大雨了 到时候更厉害的妖怪会出来 要被包围了 要被包围了 我家就在前面 你知道这些怪物是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有一天一觉醒来就变成这样了 没醒啊 你还在睡 什么 好了 他们不会进屋 这种时候你们怎么会来杨平 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外乡人进来了 不过 这大概也是命运的牵引吧 命运 是啊 命运让我们遇上了 想必你们几个也是这个故事里有点重要的角色 这不是故事 现在当然不是 但等我救了全城以后 就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故事 名字叫杨平退魔路 那你已经知道怎么拯救杨平了 哪能随随便便就知道 不然我也不用每天冒险出门找线索 一位看似平凡的男子 却身怀惊天之命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就像沦陷于怪物掌中的凄惨城镇 是了福一去 深藏公与名 天江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麻烦先停停 你觉得城里 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很奇怪 我们一定处在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 先探查一下周围 青秋沉中记 原来刘兄也看一样未狂生的书啊 我和师兄很喜欢这个故事呢 说的是一位书生在海上迷失后 误入青秋湖国 喜欢上了温柔貌美的九尾湖精 实在太有意思了 哪里有意思 就算没有主角之间的爱恨纠葛 书里对海外风物的描述也特别精彩 真怀疑一样未狂生 是不是都亲眼见过 亲眼见过 跟你赌支烧鸡 那家伙最多在海边瞧过几波浪 写这种神怪故事 就得不出门能掰 能描天下势 胸中乾坤可容沧海 神仙妖鬼写得 凡夫俗子写得 狂生奸雄写得 吃男怨女写得 若是样样都得亲身经历 岂不是到老 也还在路上跑 好像有点道理 我长这么大 遇到的怪事也不少 但这回却是最怪的 我长这么大 遇到的怪事也不少 但这回却是最怪的 半枕黄梁 仕途翻覆 南山阳平 微如朝露 每至午时 因风无名而坐 雷雨轰然俱下 四野昏昧 日月不出 妖魔乱舞 唯燕妃不落 三两偏然 燕子 是不是有点奇怪 喂 别把我的稿子弄乱了 这个就是 杨平退魔路 没错 魏狂生那家伙 是还行 不过跟我比 终归差了点 那刘兄 你写过什么故事 这不重要了 你只需记住 杨平退魔路 一定会比 青秋陈中记更好 哦 我长这么大 遇到的怪事也不少 但这一回 却是最怪的 吴金燕 目前为止 我们在梦雨中所见到的燕子 都是吴金燕 我怎么没听过这种 他们是妖族的遗旨 跟着他 你们要出去 不行 外面太危险了 我们不会有事 你好好待着 别乱跑 喂 让刘兄一个人 没问题吗 狱主没有那么弱 狱主 对啊 这样说起来 刘兄就是这个 孟静的主人 这回恐怕会遇见 不止一个狱主 不同的人都梦见杨平 孟静已经融合在了一起 对啊 打架 打架 魔器 这儿被带着魔器的燕子围住了 他们既不是无经验 也不完全是玉珠想象出来的 这是 这个人已经被魔器所欺 魔甚至能借由他的意念划行 姑娘 你快醒醒呀 去 找到巫衣国的月三郎 让他 解除我们之间的契约 巫衣国是什么 月三郎又是谁 他说的 算是玉珠的心愿吗 不知道 但至少有了点头绪 要是真如风里窗所说 那梦雨中被魔器侵蚀的人 只会越来越多 我们得找到方法救人 可之前不是说 玉珠没有那么弱吗 怎么玉姑娘一下子就这样了 不管怎样 先从已有的线索开始 吓死我了 差点就被眼眉看出来 还好我忍住没动 装得和其他燕子一模一样 不过更可怕的是那只辟邪 我 我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事 到底要不要告诉乌赵呢 不说的话会更有趣一些 十九大人 我们这就去偷袭 偷袭 蠢货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你给我清醒点 就凭你这个杂种 也想胜过那只辟邪 你们这些废物 还是乖乖的做好 污罩交代的事吧 敢不听话 我可不介意塞个牙缝 自然是听十九大人的安排 余梦之 墓主人也姓余 是余姑娘的亲人吧 刚才的黑衣人又是谁 我会拿杀猪刀去叫醒他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是人 怎么会冲个猪 你在梦里 快醒醒 应该是醒了 哦 哦 是这样子哦 OK 又怎么了 主人 我 我们可能得找更多的人来 现在人手真的不够 有些事情快要过不过来了 事情这么多吗 那得找些什么样的人 嗯 木匠 铁匠 厨师 钥匙 裁缝 还有灵器师 这些全都要的 对不起 主人 我原本以为没有这么麻烦 这没什么 往往真的开始做了 才会清楚里面有多少困难 你需要什么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去想办法 好的 主人 我觉得光是中州一带 我们应该就能找到不少合适的人 不一定要去更远的地方 那我就问问他们 如果给足工钱 他们愿不愿意来这里干活 也不全是工钱的事 有些人得是对这里的活迹感兴趣才会来吧 嗯 我尽力去找 对了 主人 这个给你 应该可以派上用场吧 我想问他 这种气息 应该是某个梦境的入口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票银结下了恩义怨 日近却为他的性命奔走 唱戏的 我知道了 这很有可能是葛先生的梦 早几年我和他一块看过这出戏 不过那时候我年纪比较小 才看了个开头就耐不住去一边玩了 念白 本来好像跟当初的有点不一样 但应该就是这个了 风采那位妇人也是御主 恐怕是在梦中变化了模样 火人擅闪闹门 火人擅闯陆宫 戴虹 将你们拿下 火人擅闪门 烤烤 烤烤 哦 一只知道个开头 说的是 一只为住在海边的老妇人 在沙滩上发现了一条 奄奄奄奄奄的小白鱼 他用瓢咬了水澆上去 小白魚竟然好些了 其實那是來自龍宮的龍子 被陷害失去了大部分法力 命在旦夕 他請求老婦人帶他回到龍宮 奪回他的寶物 然後咧 好好知道 我到底在玩什麼 我在玩什麼遊戲 沒有鑰匙 沒有鑰匙 好嘞 踢這個石頭到底要幹嘛 沒有鑰匙 那我還不能踢了 沒有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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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咧 哎我該不會是要擋住成因吧 這樣子 啊 弄那個石頭打他 ok 請問你是何人 莫乃良是 謝將軍 你便是龍子玉莫順的接應嗎 哦 什麼接應 你 難道你是鑰匙 鑰匙 啊 不 啊呀 速速拿下 我們得去幫忙 好 啊 拿不开 唉 原来你们几位才是接应 龙子分明欲莫世 应该是致谢耳 临时有变 你就跟着我们吧 岂敢不无从 岂敢不无从 他跟我走 他跟我走我走 他跟我走我走 刚进来那一只蟹 这是被北洛踩死的那一只 这是他的接应 没有 痴心妄想 丹将军绝不投降 黑龙逆家族 真不是太军 嗯 这个好像是大春 海底龙宫里怎么会有这种树呢 传说中的长寿之墓 嗯 就是庄子里面说的 上古有大春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 哦 快走 咔嚓 嗯 嗯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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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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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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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把枪拿给下小军了 小香求老 人难以为何 来者活人 是伯龙子要我将他送回龙宫到那亲坡保治前 原来是自家人 伯龙子大人现在活吃 所令侠内 既然日子 本将军替你开啊路 看我将你子拿得落花六个水 戏正好快演完 白龙子拿回了宝物 为了感谢老夫人 许给他很多财宝 还让他青春不老 听起来是个好结局 三大自子 吃我一枪 把命留下 本将军在此 请将你送去青不宝珠签 快快前去 本将军歇息片刻就来 便是青不宝珠签 龙子大人 你可一吃来聊 龙子 你胆大包天 哪里比得过你 夺我法宝珠签 夺我法宝 占我家园 多谢夫人 权杖逆地棋位千亿印 确实不认得他们 阿国位 不用多说 我们只是碰巧路过的 既然日子不可不屑 阿夫人 我与你 长身不老 破天富贵 人身一场皆富云 富贵荣华 代日活 我本是截然一身 到不日早去泉下 与家人团聚 一切不忙 为什么不答应他 谁 只要活着 就还能做好多事 别气 为什么不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 是狱主被魔器侵蚀后 产生了意义 真正好 是狱主被魔器侵蚀 更何了 也要做在来 正常法 14分С 啊 就算了 好 可惡 嗯 哇 死螃蟹 死螃蟹又來了 死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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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是葛先生 您怎麼變成這副模樣了 我 不對 我怎麼 頭疼 疼死了 葛先生 您別跑呀 約朝三暮四 微學求易 約日舊月疆 焚高激鬼 日夜辛勤 筆昼作業 晨昏顛倒 小兵令員 舉以向日 以愛成其影 則火生 車行於路 船行於溝 騎馬而重者行馳 空而輕者行疾 雷者 天氣之日 積而發炎 陽氣困於陰 避破 破急而蹦 蹦而生為雷 光為電 烈火之際 一君二臣 灰流同在沉味 灰則武 而流則文 燈流同在沉味 灰流同在沉味 灰流同在沉味 遍地紛紛 無彩霞 老師 師兄 師姐他們已經趕去京城請最好的大夫 你們這些傻孩子 何必這麼執著 可我們捨不得 老師 而且您 不是就快要弄明白那道法術是怎麼回事了嗎 這種時候 這種時候 所以才說你們是傻孩子呀 人比之天地 不過如浮游一般渺小 觀天色 詐明詐暗 便已是朝無生暮死 什麼時候聽過一個人 一代人 就能把個大事想清楚弄明白的 我雖然心有遺憾 但好在還有你們這些弟子 小九 你是我所有的學生裏年紀最小 天分最高的一個 聰英早會 定成大棋 老師走後 就把那個榮天怡託付給你了 我不要 我又不是老師 不能幫您看什麼做什麼 您要親眼見到才好 就算 就算有一天我有了學生 我的學生也不是我呀 誰也不能代替另外一個人 不是代替 而是一種傳承 生老病死 物理長情 既然無法逃脫 就只能想辦法把知識一代一代傳下去 一直積累下去 把路鋪鋪好了 說不定到了哪一代 就會有個重要的轉變 很多東西不都是這麼來的嗎 小九啊 你要努力也要放寬心 老師 是 葛先生 小英子 我 好像做了個夢 是啊 葛先生 您醒過來吧 我們都很擔心您 醒了 醒過來 醒過來 總算 我們回陽平的醫館去看看吧 哼 是什麼 到底在哪兒 不過 我總覺得這名字有點耳熟 烏衣之國定何許 一雙燕子能飛來 烏衣也可以指燕子 月三郎說不定是隻妖 而所謂的烏衣國 大概就是烏金燕聚集的地方 所以 我們最好先在現實中找到一隻燕子 也不知道烏衣國是不是在陽平 那就先從這兒打探起來 還可以去瑜伽看看 我們要去燕子 那一隻燕子 我們要去燕子 我們要去燕子 再一次 找到這兒 那一隻燕子 那一隻燕子 我們要去燕子 那一隻燕子